娱乐圈中凡是成功男人的背后,必定有一个聪明的女人,一个成功女人背后,至少得有一个聪明的男人。 就拿范冰冰来说,她背后的靠山真的不容小觑。 范冰冰自出道以来,参见过无数的影视作品,但是她的演技一直被受争议,尽管没有演技,依旧在娱乐圈中发展得顺风顺水,国际大牌代言街道手软,就连老梁都曾说过范冰冰,是圈内一只昂贵的花瓶。 范冰冰当年更是豪言,我不嫁豪门,因为我就是豪门,因此,不少人怀疑,范冰冰有着强大的背景靠山。 众所知之中,圈内发展得顺风顺水的几位女星,背后都有着强大的背景靠山。 当然了,范冰冰冰肯定也不例外,范冰冰没有任何优秀作品放生,却能混到圈内一线,不仅在国内发展得顺风顺水,还在国际上打开知名度。 事业上突飞猛见丽娅曾经的赵威,林心如等人,并且自出道后,便开始一路抱红。 每个成功惹败后部,一定有偷杀,但是多多少少都有贵人相助。 称得正范冰冰的贵人却是不少,却能有一定的地位和知名度的知名导演和明星, 比如冯小刚、成龙、铜金宝等人,都曾与范冰冰多次合作,并且都曾夸诈范冰冰,关系一直都很不错,因此给范冰冰的演艺事也助力不少。 当年有人怀疑铜金宝是范冰冰的背后靠山,两人的关系也令人费一所思,但是如今二人似乎为了避嫌不再同况更没有任何交集。 那么范冰冰背后的靠山,到底有多强大了? 范冰冰能在圈内发展得如此顺畅,关键在于她背后的靠山,不仅神秘还相当厉害,就连冯小刚都让她三分,这个人就是范冰冰的经纪人穆小光。 不少人怀疑,一个经纪人而已,她穆小光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?能让圈内都对她敬重有加? 她又如何能让范冰冰能在圈内大红大紫? 范小光可不是单纯经纪人这么简单,她的身份令人吃惊,她曾是中国台湾娱乐圈的幕后推手,在中国台湾影视圈很有地位,都享有重大话语权。 据说她的身交更是高达百亿,不仅是老总还是投资拍摄许多作品。 来到中国发展后便相中了范冰冰,并驻范冰冰脱离华一兄弟公司。 她作为范冰冰的经纪员,开始深耕国内娱乐圈,同时还成立了个人工作室。 范小光在圈内有一定的地位,所以很快便打通道路圈内通道,圈内人都十分敬重她,可以说圈内无人敢惹,所以范冰冰背后的最大考山便是范小光。 自从有了范小光的助力,范冰冰的演绎道路可谓是一路畅通,资源不断圈内更是无人敢得罪她,不到万不得已,年车永远也不再提她。 其实,范小光不单单是范冰冰的经纪人这么简单,其实两人私底下十分亲密,虽然适合作伙伴,但更是好朋友。 二人经常一同出席某些场合,范小光对她爱护有加,就像兄妹一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